来看看大家伙关于半月板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非常的集中啊 也很踊跃 这位朋友提问啊 补钙是不是能预防半月板损伤 因为半月板主要是软骨成分 所以说补钙主要是对于预防骨脂疏松有帮助 对半月板这个没有帮助 半月板撕裂 该切掉半月板还是缝呢 切掉的话会不会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肯定还是要结合半月板损伤的类型去判断 首先呢就是说 如果这个半月板损伤的红曲 如果有预合能力的话 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恢复半月板的这个完整性 因为半月板对关节这个功能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于一些损伤之后呢 就是这个部位就不能预合 就完全没有预合能力的 那么你勉强保留 它也不会预合 这个撕裂的部分呢 反倒对关节呢 是有一个损害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这样的半月板呢 就是要做一个切除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半月板都切除了 就是把这个半月板损伤那个部位的一小部分 去做一个切除 这个临床上叫做半月板部分切除 这个成型术 所以总体来说 影响以后吗 总体来说呢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说半月板完全切除了 那可能关节这个蜕变的速度呢 会成倍增加 但如果说做一个 一小部分的部分切除成型呢 总体来说 对这个关节的影响是有 但是影响比较小 说白了两害相权 取其轻了 对 因为你不做手术不切除呢 那么撕裂这个部位呢 对关节软骨损害更大 对